孩子甩出车外 齐军尾门断了6月20号 小张开车外的家人在高速上行驶 中途出了车祸 孩子没了 父亲也受了重伤 他觉得车辆安全性有问题 三岁儿子没能抢救过来 父亲仍在重症监护士妻子骨折照片里 左边的孩子是小张的小儿子 只有三岁 这次车祸中没能抢救过来 小张的妻子泪过骨折 父亲还在重症监护士接受治疗 情况也不乐观 现在已经做了截肢和颈部的手术 小张高位劫瘫 我上午经了个主治医生说 呼吸机脱不了 车子撞上护栏尾门脱落 父亲和儿子都甩出车外 小张今年28岁 和家人在宁波磁西做铝合金生意 事情发生在6月20号 他跟家人在老家江西上扰过完端午节 开车返回磁西 那天下着雨 车子开到航金区高速一屋上西路段时 突然在第一车道上偏了方向 撞上了路中间的隔离栏 小张刚好是一个长下坡 我感觉方向盘有点抖 我看了一下时速 一百码 我想着如果车速太快了 把刹车踩一下剪一下 我的刹车刚好一台一点 没到一秒钟的时间 车子就往中间的护栏上撞上去了 当时车上6个人 后座上是小张的父亲 妻子以及两个儿子 小张说 停车后 听到7岁的大儿子在车外哭喊 他这才发现后座上只剩7子了 下车一看 车子的尾门脱落了 父亲和两个儿子都被甩出车外 大儿子擦伤 小儿子和父亲躺在了十几米开外的映入肩上 小张 他警方说是车头先撞 再甩过来 车尾再撞一下 再甩过来的时候 人就飞出去了 多是听交警部门这样说的 也没有摄像头 后面有系安全带吗 没有 当时开的是东风日产小张 车子的后尾箱是塑料的小张开的是东风日产齐俊瑞野车 这时是故后的照片 车头严重变形 车身两侧基本没有受损 方玻璃也是好的 车子的尾门没有了 后座还在 小张说 儿子和父亲就是从车里甩出来的 可以看到尾门不像是金属材质 出现了断裂 门锁还是锁上的 小张 怎么我们车子的后尾箱是塑料的 别人的车子全部是铁的吧 如果说是铁的话 也不可能会折断 门也不可能会飞出去 就算是在车里面受了伤 也不可能是很严重 敲尾门 发出塑料声 车里面全塑料的这个东西 跟你那款是一样的事吧 一模一样的 小张认为 非金属材料不能保障安全 希望得到厂商赔偿小张的车 是在东风日产磁西锦龙4S店买的 开了两年多了 找到店里 这辆斩车尾门的材质 听起来的确不像是金属材料 东风日产磁西锦龙专营店方经理 材质我现在还没办法跟你确认 反正这个不是铁键 所有的车子都是这种材料 其决 其他车型没有 其他车型都是金属材质 对 小张认为 非金属材料安全性没有保障 导致家人从车里飞出来 这才出了事 现在父亲的医药费 已经花了二十来万 他希望厂商赔偿部分损失 4S店 煤气安全带是问题关键 4S店售后部门的方经理则认为 事故本身跟煤门的安全性 没有直接关联 东风日产 磁西锦龙专营店方经理 既然人在车里滚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可能产生的 你不甩出 难道就不会有问题了 如果说没有这个东西 有可能比这个事情更严重 也说不定的 人要甩出去的话 首要的条件肯定是没系安全带 我觉得你首先要反思自己一下 方经理表示 如果小张还是认为车子有质量问题 需要找第三方鉴定 东风日产 磁西锦龙专营店方经理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 金属的尾门也同样出现断裂飞出的情况 这个事情任何事故都是偶然性的事情 没有一个绝对性的 你不能拿这个车和那个车去比 受力不一样的 能上国家销售目录的话 肯定符合国家安全要求的了 小张打算走诉讼程序 就 Deus了